今天我和大家介紹的是 潘嶼亞運大道的 金龍城財富廣場公寓 優點就是 第一 交通前景相當不錯 地鐵3號線將會到達 我們已經看到 地鐵站在小區旁邊樹立 第二 性價比高 面積46房的 都有兩房一廳 小家庭沒問題 85房的四房 豪宅也沒有那麼多房間 講到性價比高 當然是價錢不高 46房的大約是100萬人民幣 85房的四房公寓 也只是大約180萬左右 第三 除了46房的 其他都可以用天然氣來煮食 第四 可以註冊公司和自住 我們一直管著 分享心得給各位觀眾 所以這個樓盤 我們公司和很多朋友都有購入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真的好像片尾這樣說 要聯絡我們 地鐵站相關的工程 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 熟悉廣州的朋友都知道 3號線的繁華程度 是不同一般的地鐵線的 跟著我們看一下沙盤 有公寓 也都有別墅 跟著我們看看 是不是很熟悉呢 因為所有的公寓已經是現樓了 大家不需要等待 不需要擔心 小區休閒的空間都很充足 可以帶小朋友 老人家到處走走 或者自己跑步 小區有我很喜歡的泳池和籃球場 不怕沒有地方運動 每一幢公寓 有兩個大堂 四部電梯 有一些就是我們公司和朋友買的單位 香港如果你的樓宇做了按揭 可能你在賣樓的時候 在律師樓才會看到樓契 不過在國內 房產證就會一直由業主來保存 有些朋友可能未見過國內的房產證 在這裡就讓大家看看 延貴正傳 我們又看看一個46方的高性價比單位 臨浴間座次乾濕分離 這個公寓是5米層高 是一個複式單位 樓梯底可以放一些家具雜物 用序空間 客廳對於小家庭是夠用的 還可以用來做一個直播間 推銷一下各樣產品 做一下網紅 外面有一個都很大的露台 可以用來下衣服和看看風景 實在相當不錯 看出去這塊地的對面 就是地鐵站的入口 樓盤都很近 出行方便 我們再看看 這個小單位 都有主食台 抽油煙機 洗手盆 還有廚櫃 做一些簡單的煮食 一點問題都沒有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客廳都相當健勢 我們很快地上樓上看看 樓上有兩個房間 中間也有些地方 給大家放書桌 放些雜物 樓底有2米5高 1米8多的人 在裡面活動都不會覺得壓抑 每間房間可以打造成一個直播間 一廳兩房 可能就可以為公司帶來很大的產值 玻璃窗都很大 採光很好 在複式上層 尿陷六花園 景觀都相當特別 樓盤還有85方單位 大家一齊進來看看 小飯廳和客廳 特別的是 這裡有4間房 大家看到的是中空客廳 廚房雖小 但是可以用天然氣煮食 各位烹飪高手可以盡情發揮 樓下已經有2間房 一個衛生間 每間房大小都可以 放床、放桌、放櫃 沒有問題 洗手間 亦都是抗濕分離 有淋浴間 另外一間房大小都差不多 大家應該留意得到 廁所和房間都是有窗的 海光通風都沒有問題 一個中空客廳 體驗一下別墅的感覺 外面就是一個陽台 推門出去 可以幫老婆做一些操縱功夫 浪衫、洗衣 又可以很悠閒地喝茶 看看遠景 陽台樓底很高 大家可以運用一下你的創意設計 看完陽台 經過客廳 走上二樓看一看 這裡是贈送的面積 可以用來做衣帽家 或者是創意休息的地方 樓上還有很多公共休息的區域 地方很見勢 樓上有兩個房間 一個衛生間 全部有窗 大小沒問題 一般需要用的家具 都是綽綽有儀 樓底有兩米五高 在這裡活動 不會有壓迫感 我們再看看中空的客廳 還有七十方的三房單位 樓下一個房間 能夠通陽台 好好享受一下室外的空氣 好好享受一下室外的空氣 中空位置 還在飯廳上 中空位置 我們伸手密切 好快地上樓上 看看 這裡一樣有贈送的面積 讓你做創意的發揮 樓上一樣有衛生間 還有兩個房間 有落到地下的玻璃窗 採光很好 商業用或者自住 都是很好的選擇 如果你們對今集的樓盤有興趣 又或者想在內地置業 歡迎你聯絡我們 我是Lobo 今集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看內地樓盤 謝謝大家